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热 痛 代表受伤的部位的软组织 启动了发炎反应 年长的人也常常会闪到腰 这瞬间的伤害 可能造成脑人的疼痛 甚至行动不便 在送医进一步检查之前 有什么简便的方法 可以立即有效缓解这些症状呢 要持续多久呢 就让徐志明物理治疗师来告诉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疗师志明 当我们突然间遇到了拉伤 扭伤 造成了背部的疼痛 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方式 可以帮助自己舒缓疼痛 并且减轻不舒服的症状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东西 有一张有靠背的椅子 和一个冰敷包 我们将冰敷包放在背后 找一个有椅背的椅子 靠上去 慢慢的休息 然后将不舒服的部位 贴在冰敷包上 好好的放松 大约20分钟 或是可以趴着 将冰敷包放在背后不舒服的地方 头转向一边 维持20分钟 慢慢的呼吸 让身体慢慢的放松 冰敷在受伤组织运用的研究中显示 冰敷在降低疼痛 肿胀 发炎是非常有效的 同时指出20分钟的冰敷 对组织受伤后降低疼痛 增加关节活动 病人满意度加 且建议包裹毛巾 以避免冻伤 接着如果可以的话 翻身躺着 将膝盖微微的弯起来 双手放在胸部以下左右两侧 慢慢的试着呼吸 在我们呼吸的期间 横隔会开始慢慢的作用 身体会慢慢的放松 如果没办法翻身 或是只能维持冰敷的姿势 那就在同样的姿势下 缓慢的呼吸 横隔具有呼吸火化 并作为维持核心稳定的关键角色 研究中显示 横隔失能会增加下背痛的风险 也有学者提出 呼吸肌肉的训练 可以增加局部躯干的肌肉火化 和强化下背痛运动员的呼吸功能 降低疼痛强度 强化活动功能 物理治疗的麦肯锡方法 适用于集中化背痛的个案 即兴起较适合的脊椎向后伸展运动 是趴姿头转向一边 如果在上述的动作情况下 都没有获得改善的话 那要记得就医 特别是出现了麻痛 还有身体完全没有知觉 受伤部位以下 也没有感觉和知觉的情况下 就不要再拖了 要马上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现在我们知道 在软组织受伤的急性期 冰敷20分钟 可以缓解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如果手中没有冰块呢 或者扭伤拉伤 已经一段时间 还是影响你的行动呢 中医有一个好用 而且方便的穴道 适度的按摩 可以有效舒缓疼痛 不过有一些诀窍 你必须掌握才行 我们一起来听听 柯健新中医师怎么说 大家好 我是小心医师柯健新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跌打损伤需要治疗吗 我想大家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经验 打球扭道 骑车摔伤 甚至搬个东西去闪到腰 那甚至你在电台上 也会听到一些广播说 讲到 钻到 响到 五千言会 当种种的症状发生的时候呢 有的人会去国术馆贴个药膏 那更多的时候 你可能在家里热敷 休息 它就慢慢地改善了 可是难免会留下一些疼痛的后遗症 那怎么缓解这些疼痛的后遗症呢 很多人会介绍一些穴道的按摩方法 我听过有的人介绍用人中的按摩法 那这个穴道不是不能按 只是它非常的疼痛 会掉眼泪的那种 所以它不太可行 那有的人会介绍按摩斩竹穴 斩竹穴这个地方 我曾经碰过有病人 因为按得太用力了 所以导致它瘀青变成熊猫眼 所以也不适合 那我介绍一个 跟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 而且比较轻松的 简单的一个穴道 叫做手三里穴 那手三里穴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大家伸出你的手臂来弯曲成90度角 那这时候呢 我们手肘的横纹这边的镜头 那朝着手掌的方向 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那这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手三里穴 那手三里穴你在按的时候呢 只要有点酸酸脏脏的 恭喜你按到穴道了 那这个按压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忘记你要活动你受伤的地方 比如说你是绕枕 或者说你肩膀有点拉伤 甚至腰去闪到 那这时候你一边按着这个穴道 酸酸脏脏的时候呢 一边活动你的脖子 或者动动你的肩膀 甚至转转你的腰 那你有活动再配合这个按压的时候 你好觉脖子好像松开了 肩膀好像比较可以活动了 腰好像比较可以伸展了 那这样它就会慢慢地松开 就会达到治疗的效果 这么简单有效的方法 我称之为动气疗法 就是你借要按摩跟肢体的活动 让这个气血畅通 肌肉放松 那这么简单的方法 不晓得大家学会了没有呢 刚刚讲的是疼痛的简单处理方法 但是假设你的疼痛 比如说很剧烈 不能睡觉 甚至呢 局部呢 肿脏 瘀青 有伤口 甚至关节的变形功能的障碍不能动 那这时候有可能是骨折 有可能是脱臼 甚至是韧带的损伤 那这就不是单纯的穴道按摩DIY可以解决的 这时候麻烦您到医院区 让医生为您做进一步的处置 才是正确的做法 那以上就是关于变大损伤 一个简单的穴道按摩的分享 在这边谢谢大家 前面物理治疗师和中医师的说明和示范 都只是针对软组织 像是肌肉韧带的损伤 如果创伤有了外在出血的伤口 甚至是大伤口 靠冰敷和穴道按摩 恐怕就会缓不济及 那么怎么做才是最正确呢 我们请急救专家赖培芳医师来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花练慈悸院急诊部的主治医师赖培芳 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 关于一般民众如果遇到了一个意外事件 受了伤 要怎么样的去求救以及自救 那当然在台湾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发生了任何意外事件的话 你只要拿起电话拨打119 那这时候呢就会有一群专业的救护技术员来到你身边 那他们来到身边之后 他们会很专业的去评估你的伤情 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 比方说可能有头部外伤啊 骨折 气胸 血胸 等等或脊椎损伤 那他们呢就会用很专业的方式 帮你送到医学中心 我帮你量一下血压 这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伤的话呢 我们会按照这个区域 然后救经适当的转送 这样子的话呢 比较不浪费医疗资源 那如果你的伤口呢 只是擦伤扭伤挫伤瘀亲 那我们甚至可以不需要到急诊室去就医 我们到诊所去 我们到门诊去 一样都可以受到医生很好的一个评估 叫你打电话找119帮忙的时候呢 万一你手上正在打出血 比方说我的这个左前臂的地方 有个地方正在喷血 救护车还没来 我很紧张 但是这时候不要害怕 那其实你手上有的资源 比方像是手帕 你就直接把它按压在上面 用你手掌心的力量去加压 通常这个样子呢 就已经达到止血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有一条比较长的毛巾 你甚至于把它在这缠绕上来 再做一个加压止血动作 这样子的话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手上呢 没有这些东西 你光是用手压上去 都会达到它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如果你手上 还有更厉害的东西 像是战术止血带 那你就可以在伤口的上方 5到8公分的地方呢 就离心脏比较近的这一个地方 再把战术止血带打上去 那么就可以更安全地等待救援到达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 你还能还清醒 帮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知识 维持这个呼吸道的长通 你都可以很安全地等待救援到达 那如果你想要能够执行这些任务的话 其实鼓励大家去接受训练 现在很多民间机构 其实政府单位都有在做CPR的训练 以及止血的训练 万一你都还来不及接受训练 这些事情就发生了 你也不要太担心 我们不见得要去移动病人 或者是对他做出任何的动作 但是我们可以在他周边保护他的安全 那同时呢给他一些心理支持 让他心安下来 然后等待救援的到达 这个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前面提到的是遭遇创伤造成的物理性伤害 可以采取一些症状治疗和临时处理的手段 不过真正的问题 有的时候不像表面症状那么单纯 如果症状无法短时间缓解 进一步的详细检查 找出原因接受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才可以避免衍生出长久的后遗症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曾先生的故事 第三课了吧 对 1 2 3 没有 1J 1K 2J 2K 我是中正大学电机系的学生 电机系它本身学的东西很广 像是电脑或是作业系统怎么去运作 到电路板怎么去设计 怎么配线这样 从上到下整个范围是很广的 我们在组装的这个构造叫同步技术器 同步技术器就是能够表示一些 比较简单的周期活动 以日常生活中来说就像红绿灯 比如说绿灯可能30秒之后要换黄灯 然后黄灯可能3秒要换黄灯这样子 那就是它里面要有一个技术的概念 我们会用到一些简单的逻辑杂 当作背后的逻辑判断 然后最后再用灯泡来显示它的输出 简单来说它就是会看我们的频率去怎么设定 然后每一个周期过去后 它就会切换到下一步 那每次就是一格一格往下数 像这样3 4 5 6 7 我们是先把它做出来 但是这个之后会在学里面的一些构造 但是现在就是目标就是先把它会应用 会应用是一个蛮基础的部分 半年前就是去上技术的时候就比较赶 所以有摔车道 当下是地板的落叶比较多 所以就是转弯的幅度比较大 就是自摔而已 腰跟脚的部分就是痛到很不想去移动它 所以就是会一直被卡在床上 最久大概两三个小时吧 他跟我说他的止痛药一天要吃好几次 那这样的话如果他想 假设他忘记吃止痛药什么 他其实就会非常不舒服 那我觉得这一定对科研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他可能对他摇的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他后来我有观察的时候 他真的都是可能是比较长走路 慢慢走到学校上课的 更严重的时候就是会几乎没有办法行动 就甚至说只能站在原地 要等状况比较缓和一些 才有办法继续走 可是坐下来的话身体的变动幅度太大 就是会有另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就这种状况来的时候就很尴尬 你就只能站在原地 然后忍受的就很强烈的痛楚 就是他背部偶尔会剧痛 他晚下一样会被点到 然后或者甚至说痛到红就动不了 一阵子之后再舒缓 我们第一个就想到 这一定是脊椎的问题 尤其他搭配他这个年纪 他这个生活心态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其中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我嘴尖盘突出 接着问他 比如说你有没有车祸受伤 再加上理学检查 再搭配影像学 主要是由三个检查 来确定国会的诊断 核磁共振这个白色这一条线 就是我们的神经 可以看到神经就像水一样 一路这样子流下来 就在这里碰到一个很大的嘴尖盘突出 就像是水流受到阻断一样 到这边完全去狭窄 所以这导致说为什么国会 他这么大一块的嘴尖盘突出 但是他却可以容忍地半年之久 就是说这嘴尖盘突出 是压到硬脊膜没错 但是却没有很压迫到我们的神经 到一路往下 会发现这个嘴尖盘突出 是非常大一刻 我们的神经到这个地方 他确实是已经有压迫了 他有跟我说 他真的痛到 可能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课业之类的 所以他就是后来就是去看医生 两个小洞 然后我们做最少的破坏 然后把那个困扰国位很久的那个嘴尖盘 把它拿出来 丝毫丝坏吧 因为小孩子可能也不懂 像这次开刀他也叫我不用下来 可是不下来怎么会放心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椎尖盘是脊椎骨之间的软骨结构 遭受了撞击 可能使椎骨压迫椎尖盘往后突出 导致疼痛 甚至压迫脊髓神经 出现麻痹的症状 详细检查之后 如果情况不严重 也许可以用复健 药物 适当的休息和运动 以及改变生活方式等 可能痊愈 但如果严重到必需手术 一定会担心 在脊椎冻到 不知多久才能复原 才能回复到正常的生活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曾先生他最后的治疗状况是怎么样 对于椎尖盘突出 目前主要有三种治疗方式 第一种就是传统 我们就是把它打开来 直接用肉眼去看 肉眼去夹 所以我们伤口必须要最大 然后再来就是骨头会磨得比较多 第二个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型的纤维镜 它的好处是说 主刀医师跟助手 两个人可以同时共享一个视野 不过其实现在最讲求最流行的 主要是内饰镜 伤口都是最小 破坏也最少 也是现在医学上认为说 这个方式是可以恢复最好 破坏最少的一个方式 当然它需要一个学习的困难度 又会比前两者还要多一些 那一科我们也没什么概念 只是担心动刀的过程会有风水 在里面还不确定它是什么状况 外面伤口可能会是一个洞 可能会是两个洞 它那个洞的大小大概就是一公分左右 有可能它手术后就是急着想要回去上课 如果少了一周 对它的课业学业甚至未来又有很大的影响的话 那我们必须选择的第一个就是住院时间最多 然后恢复要最快 再来就是功能要最好 那就只有脊椎内试镜这种方式是最适合它 这个大科的椎间盘土株会把神经顶得比较高或者顶得比较外侧 很有可能我们在不看黄色带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看到铺路的神经 那这当然是会有一些危险性 就不要直接对着神经的正上方直接去做触及的动作 曾国伟的家属 妈妈啦妈妈这边请 手术很顺利 这个是你儿子的那个白色 你看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 跟大拇指差不多大 那个是怎么不同 这就是嘴间盘土株 嘴间盘 这就是嘴间盘 可以拍一下 那个你可以国伟看一下 觉得他的经历还蛮丰富的 对啊 医生也说这个手术他很有把握 所以我就信任他交给他处理员 这科目叫微分方程 休息也没事做 现在学寂寞 做业也多 现在不做回去也要做 我们看一下 国伟早安 那国伟你要不要走路看看 我们看一下 国伟我们走去门口再走回来 你这样就不用在复健了 这种刀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江西医师是跟我说 就礼拜五开完刀的话 礼拜一是可以正常回校的 刚好在比较没有课业的时间 就把事情处理处理 身边蛮多朋友都用微创 现在医学技术还蛮进步的 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 又能够遇到内行的医生也是运气 运气好 那些护理人员换药或是提供口服药之类的 这些也都很热心很敬善 那这个HIP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对比的 就是可能形式上会有点差别 实际上课业比较繁重 那他对课业上的内容 很多观念很多细节是比较注重的 观念上有数多的地方 他都可以及时的指证我们 就很高兴他康复回来 对生活都已经没有什么影响 那通勤上就是现在也不能骑车 可能移动上会需要花费的时间会比较多 我觉得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就是影响还不到太大 就是我觉得现在看他能够无病无痛 然后渐渐康康 其实我们大家都为他感到很开心 也要特别感谢就是刺激医院的江彦胜医师 跟他们的医疗团队这么的用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将付出一切 发扬自己医疗职业的光辉 透过精力的微创内视镜技术 曾先生得以迅速的康复 没有后遗症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提醒 现代社会速度越来越快 大家性子好像都很急 其实你快也快不到哪里去 还不如早一点开始 早一点出发 多给自己一点充裕的时间 平常也要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 减轻身体的负担 也要适当地运动 锻炼肌力 才不会动不动就扭伤拉伤 记住不论是时间还是体力 一不成快 二不成能 唯有殖淫才能保探 万一还是不小心受伤了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